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旅期,大家会想起什么呢? 姑娘十八一朵花? 旅期,旅期就是英俊 还有呢 我猜大部分的女影迷 第一下就会想起 可能是影迷公主陈宝珠 也可能有人记得 她拍过三级片 究竟为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呢? 跟宝珠姐拍了几年戏后 奇哥就毅然 进军了三级影坛 之后自己开了制作公司 拍了十几年三级片 究竟有什么内情呢? 而跟宝珠姐的传闻 长毛又像花 究竟是坚定流的呢? 之后奇哥一直都消失在大银幕之前 好像消声匿迹一样 最近有关她的传闻 说就好像炸弹一样 震撼各界 不如我们一起来逐步了解 逐一出谜团拆解 旅奇在1939年出生 另外有一个说法 就说她是在1942年出生 所以这个资料给大家参考一下 她在台山出生 是香港著名的粤语片演员 编剧 导演 亦是一位商人 家里是法律世家 十岁大来到香港 她读过圣保罗书丸和威宁顿英文中学 读到中五毕业 听闻读中学时就拍拖有个女朋友 她在读法律5 而她女朋友小她少少 就是读法律3 之后 这位女朋友 去了澳洲读护士 原本女企都打算跟澳洲升学 已经入籍了 谁知道临门一脚 她考了中联演员训练班 还收了她 于是她就留在香港 接受中联公司的演员训练 一年之后 亦是1960年7月 她和她妹妹 李敏 一起加入了邵氏兄弟的粤语片组 她妹妹小她两年 加入邵氏的第一部电影 有份演出《九命其冤》 拍了《九命其冤》之后 她在同一年 亦都演出了《睡公主》 还有《戀爱语精粗》 在1964年 邵氏公司 她要结束粤语片组之前 每期认识了一个朋友 叫高峰 这位有钱仔 打算出钱去创办一间 叫海洋影业公司 承邵吕琪去做男主角 拍摄一出电影叫《公子多情》 在1965年上画 吕琪就凭《公子多情》 第一次做男主角就一炮而红 原来她这样展转已经拍了七年戏 去到《公子多情》这一出戏 就终于红了 因为公子多情 所以她亦得到一个多情小新的畅后 饰演《公子多情》打响了《头炮》之后 住来在1966年 她亦主演了电影《情人的眼泪》 这里在1966年上画的电影 吕琪第一次执不捨喜剧本 在未深究吕琪的背景之前 我还以为 她不是在银幕上看到那个 英俊俊俊俊 人家叫她做《奶油小新》的 一个演员 实情 她不是真的虚有其表 原来吕琪是有真材实学的 1965年 吕琪跟《少士电影》的合约 到了期了 自由新的她 创立了 21世纪影业公司 初时她自己亦兼任《片剧》 自己开了公司 除了做《片剧》这一份之外 后期还做了《导演》 直接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 冲奶喂奶换尿片 外姑乖哄睡觉 什么都一脚踢 有几套电影是她自己编剧 自己演出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 自编自演的电影 包括1966年上映的三出 包括《情人的眼泪》 《莫忘今宵》 还有讽刺喜剧《通天晓》 在1967年上画的 《人海奇花》 《难忘初戀》 这几出电影是由 《女奇》编剧 《黄瑶导演执道》 《女奇》自己主演的作品 《莫忘今宵》这一出电影 创下黑白片的卖座纪录 亦令到《女奇》和《陈宝珠》成为最佳的银幕情侣 两个人合演的电影 还有1966年的影迷公主 《姑娘十八一朵花》 《迷人小鸟》 《玉女添丁》 《无美人》 除此之外 她还有其他名作 包括1966年上映的 《我爱子罗兰》 67年的《玉女神偷》 你有没有看过《童宵芳芳》那套呢 还有1969年的《独悲神尼》 《玉女神偷》是67年上映画 由《楚原执道》 《女奇》《蕭芳芳》、《梁省芳》、《梁省芳》、《李向琴令》、《咸柴》主演 不知你看过《女奇》60年代的哪一出电影呢? 欢迎你刘国然和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多影迷 很怀念1968又《楚原导演执道》的《玉女添丁》 是一套 演员陣容相当鼎盛的喜剧 除了有《楚原导演执道》之外 还有 《女奇》、《陈宝珠》、《余明》、《罗兰》 有你们很喜欢的 《马少英》、《高老全》、 《陈宗坚》、《许盈》、《许盈英》等 有网友说 《粤语片首选喜剧《玉女添丁》 没得输呀!感叹号 另一位说 《经年内看最经典的粤剧片喜剧《玉女添丁》 温馨、热闹、轻松、野笑、搞笑而不互闹呀! 确实好搞笑呀 其中一幕,陈宝珠和吕琪 家企安排他们相看 两个年轻人都好像不太想相看 所以就扮鬼扮马啦 男生一出场 特意不疏头 走路左摇右摆 走过去跟女家小伯想握手前 他竟然 泡口水在手掌呀! 嘩! 谁知道 女家的《陈宝珠》一出场就已经 大副有那么厚得那么厚的眼镜 好像你那个玻璃水杯底那么厚呀 然后还要粘粒大粒粒 扎个好大好大的鸡 但是又插一朵白花呀 真是大吉利是什么相看呀 屡其玩厚水 陈宝珠出场也不惹小呀 他玩鼻梯呀 他右手握把大扫 左手在伸鼻梯 与双方家长行个见面礼 不是鞠躬、不是握手、不是say hello 是拿把扫把当鸣枪的耍发 两边打算帮子女伤体的父母 哎呀真是吓得鼻梯都没肉呀 结果这一对伤体男女坐下在沙发 傾起上来 陈宝珠问旅琪 你在外国读什么书 旅琪回答他 我在外国也不用怎么读书 我只是赌狗赌马 有空玩一下女人 陈宝珠见到对方来势胸胸 他都没有示弱 他就自己说 我好小已经拍拖 还拍过好多拖 他说每个男孩都说他不错 不过鼻梯多一点点 礼手他就伸了鼻梯 拼了到奇哥 最绝屈那句就是 我见过那么多男孩 都没有一个好像女期 那么肉酸那么难看的 有网友留言说 这段是最精彩的一段 男女主角发挥得临利尽致 令人开怀大笑 亦有网友说好搞笑的剧情 男女主角做得好放 再有一位说 我一看再看 另外有一位 Johnny就说我在外国 靠这些来尿为私乡情怀 确实也是粤语长片的确是 令我们回忆很多香港的历史和文化 帮助到离乡别井的朋友 可以回忆从前家乡的点滴 所以在外国 几十元的菠萝包都是照买的 放下口的不单是食物 还是放回我们的回忆 想适味童年的回忆 年轻时候的一切 女期的第一段婚姻 是1960年 和她中学时代的恋人拉卖天窗 第一任妻子是关卫山 在她小登科当日 有报纸刊登出 女期的照片和一则文章 题为 女期今天成龙 她为什么来过闪电结婚呢? 报道那位记者 署名是长木 对女期的第一段婚姻 亦有另一张报纸 在1960年12月27日报道 题目是 女期昨日成龙 周斯陆带领群星道场观礼 刊登了女期和她第一任妻子关卫山的 结婚相 结婚相上面写着 在婚礼进行中 跪在圣坛前的女期和关卫山小姐 几乎讲漏了 大家知不知道女期这个名字 其实是一个偽名呢? 女期原本叫什么名字呢? 有没有人知道? 知道的刘个然 给3秒钟你想想 3 2 1 他原名叫汤国文 在他大喜日子 报章也专提报道 其中一则 报道那位记者就是长木 报道里面有看到 他第一任妻子的家世 这些诗人 我想我们也是跳过算了 记者提到 他在报道 他结婚的之前一个月 去片场探班 参观拍摄 失踪少女这一套电影 到夜晚的时候 记者就和 墨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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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超等等 一起去吃宵夜了 吕琪也跑到他们这张桌上 笑嘻嘻地说 李作东 请我妈 墨灵就回答 请你不要紧 但是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喝起酒呢 然后 坐几位都觉得有点惊恶 吕琪最初还想抵赖 后来呢 又透露了他要结婚的消息 日期定了在哪日 都告诉记者 但是他就叮嘱记者说 不要透露这个消息 我不打算张扬开去的 报道指 吕琪也极力保密 不过他的分讯 始终传了出去 报道里面也有轻轻提过 吕琪的太太是 学校里面的校花 大把人追 吕琪也说 今天我是石楼群下的成功者 应该在云云追求者中 觉得骄傲 报道也有指 前年他们分道扬镳 一个考入中联公司 当演员 一个去澳洲读书 本来吕琪也扮妥了手足 准备双双放羊的 他考入中联后 打烧去澳洲的主意 毕竟他对做电影演员 较有兴趣 人各有知 彼此也不能勉强 在这两年分离的岁月里 他们如眼互通 吕琪说 我们天国一方 如眼不得维系了我们感情 而且 加深了我们的感情 直到今年2月 他读完了两年护士科返港 我们再度见面 情感的培养 也一天一天的加深 直到要结婚为止 记者好奇问 吕琪为何来过闪电结婚呢 据她的了解 我们经过4年相爱 相放父母也赞成早日成婚 何必在挫妥时日呢 吕琪亦特别指出 他信任我 让我出去做个好演员 他做个家庭主妇 我也信任他 他可以做一个现妻良母 你不会怀疑我们的互相信任吧 啊,问好 他们这段感情 并没有因为婚隔异地而生疏 婚后他们有个儿子 在第一段婚姻的时候 吕琪和他太太、儿子和吕琪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九龙城 在第一段婚姻期间 神经发生过一段意外 就是吕琪被人淋强水了 当年有报章报道 题为 其被强水淋伤案 被高警罪 半监三年 陈指 主控所述情节 部分不乎事实 这些新闻都很特别 报道当时仍是明星的女企 受到互食性液体灼伤 这一案 再到提堂的时候 被控意图行劫 及向女企投窄 腐食性液体的一个 22岁的男生 最初是不承认控罪的 不过听到法官宣布要将案件押后到 本月31号在开庭审讯的时候 被告立即 改口 承认主控所透露的案情 全部真实 并且承认全部控罪 这么有趣 不知真还是假呢 报道也指 法官退堂考虑后 就判被告 每项罪名入獄三年同期执行 价格买卖 就是 坐三年花厅 吕琪被淋强水这案件 是在 九龙地方法院審讯 看回当年的报章 雜誌报道 很多人关心吕琪的伤势 很多明星 记者都去探吕琪 看回照 看回照 她的臉 好像没什么不同 可能 刚好 强水没弄到臉 亦有可能是 抢救及时 无位容真的要幻神 因为始终做明星 都是靠样子找食 当日去探吕琪的 有高老传 陈宝珠等等 报道还说 陈宝珠一日去探了 吕琪两次 果然够朋友 去到1969年 吕琪第一次做导演 首次收到 他拍的电影叫做 万里万里我爱你 有哪位朋友看过的 看过举手 劉果然告诉我 除了做导演之外 他在这出戏里面 还兼入了编剧 和演员 全程投入 台前幕后 都有他份 拍完万里万里我爱你之后 初尝导演的滋味 当然很喜欢 因为他之后还收到 差不多三十多部电影 收到的电影 最出名的 就有1969年上画的 三出电影 包括 《梁野之暖》 有没有朋友看过呢 好帅的 在东南亚拍摄的 好帅很好看的 还有《偷心拆》 和《狼如春日风》 有没有朋友看过呢 看我的朋友 柳果然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拍了三十多部电影 为什么只有这三出 是最出名呢 我相信其他都可能很出名的 只不过是我们不懂的 不过看过的观众应该都懂的 那些电影呢 是儿童不儿的 在六十年代尾 粤语片含入了低潮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屡其于是 就转拍了国语片 他还创办了影艺影片公司 拍摄电影 《禁屋女》 在1971年上画 不过很可惜 票房不是那么理想 然后在1973年 他亦再次撿到拍了三部电影 包括《丹麥叫话》 《香港识偷情》 《荡女奇恒》 听名 大家都心里有数 大概是什么电影 去到1974年 屡其亦创办了 《金和豁湖》 屡其制作组 以30万一部 帮肖市公司 拍摄电影 他专门执道和制作一些 露模的三级电影 他拍摄其中一出 《才子鸣花星妈》 是香港第一出的露模色情片 对呀,当时未有三级这个字 去到80年代 屡其这间金和制作公司 连续出品多部色情片 他的影片 都得到不同的评价 香港大学 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吴俊鸿博士 以及 英国Lise大学的张智偉博士 在他们的著作 《Reading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 1970-2000年 书里面 有评论过 屡其的色情电影 在书馆第3章4.1里提到 屡其涉制同一类色情电影超过10年 票房收入不错 而同期的几个色情导演的作品 却不久便被市场淘汰了 而屡其撿到的电影 全部以女性为主角 延续了早一个时期粤语片的传统 屡其的女性电影充满了矛盾 书里面认为 在形式上 暴露女性的肉体 满足观众的偷窥肉 在内容上 它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说话 同情女性的处境 在电影的主题上 屡其强调 女性的堕落 并非因为她们道德上有问题 而是被 外力 迫白所致 例如 父母贪财 黑社会控制 遭受到男朋友的欺骗或压迫 而在屡其拍摄这些色情电影的手法上 屡其经常 不惜与电影整个风格 架插一些格格不入的雪角场面 在电影处处表现一定的道德自歌 在道德上 屡其埋龙色情 却同时 尽力丑化 及 似声欲为洪水万寿 有强烈清教徒式的禁欲意味 另一点 在塑造 主角灵代的形象上 电影手法独到 令到这个女性表现得 率直 狂放 不羁 坦荡荡得 极为可爱 活在 逐世道德之外 这种 神彩飞扬的女性形象 是港产电影中少有的 在《阅读香港普及文化》这本书里 分析过 屡其电影能够生存的三个因素 即使是来自当头的港产电影市场 我们仍然有机会看到 某一种个人的风格 相当强烈 内容十分独特的产品 他们甚至批判主流的意识 屡其电影 对男权社会的主流品味 欲她还迎 男观众 被欲欲场面吸引 但 却会因为看到男主角被女主角 痛呕10分钟 而为之丧气 屡其这种独特的色情电影 能够生存的因素 首先 是因为邵氏公司 引入了包拍制度 令一些独立的制作公司 可以用 低成本 包拍有稳定利润的片种 只要影片 持续卖钱 大公司就不会过问 影片的内容和信息 其次 在1973年至74年期间 香港电检尺度放宽 令色情电影 当时有新的吸引力 第三点 吕麒演粤语片出身 承计了某种社会写实片的传统 对道德问题有较大的执着 资深记者访问过奇哥 为什么当时偽然去拍摄色情电影 他有提过 叫他去拍一些 又不是鼓励人去读书 经常打一餐的武俠电影 他拍不到 他认为 拍摄色情电影 当时是创新的 当然人做我不做 杀出新血脑 做生意和拍戏一样 观众对影片的新鲜感 当然可以吸引人 买飞而入戏院看电影 他也提到 他当时拍摄的电影是相当成功的 没错 因为学者也 在文化书籍中 肯定了 吕麒当时拍的色情电影是大卖的 而其他拍色情电影的导演 早就被淘汰了 在访问中我们听到 吕麒是一个有自己角度 不会随波逐流 没有跟大潮流行的人 跟着大小走 他视之为平障 访问里面问到 吕麒 为什么会去了台湾呢 他说他和第二任妻子 在灵代结婚后 为了生两个儿子 所以一家搬到台湾 长住 他曾经尝试过欧洲 加拿大 新加坡等等的地方 到处去看过 结果他决定 移居到台湾 他感觉到 台湾认识他的人不多 他就可以 不受干扰地生活了 他之前也提到 他中学读完书之后 一直拍戏 看街上有些人 自由自在地去逛街 他觉得很羡慕 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些自由 无拘无束的生活 是他向往的 他也有提到 台湾有经营过餐厅 又有玩股票 他有很多物业收租 所以就生活无忧了 可以选择一些 自己喜欢的生活 做什么都可以 他跟第二任妻子结婚后 有两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已经在东吴大学读完书 从事律师的行业 女企家族 和法律也很有渊源 他来自法律世家 他有个儿子是做律师 而他妹妹的两个女儿 都是做律师的 有一宗传闻 我猜你们都听过了 那时传了很久说 呂琪在台湾做的士司机 不过在2003年 他本人 接受了新城电台的长途电话访问 他趁口否认这件事 一个人生活无忧 其实做什么都无所谓 他开心就可以了 生活无忧 又可以陪太太和看着两个儿子成长 听闻女企的儿子也有1米8那么高 还说比女企漂亮的女企 哇不得了 女企演出过的电影 至少100部 他做导演的电影 有29部 而他做编剧的电影 就有35部 他做监制的电影有3部 做副导演的电影有2部 做执行监制的电影有1部 他最后一部电影 是1987年的《命大桃花》 拍完这部电影 他就退隐江湖了 《命大桃花》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呢 看过的话可以留个言 不过一个人 如果命大桃花 你觉得 是和是福呢 奇哥走了的这个传言 资深记者汪万灵说 还未找到人证实 等了这么多日 一直都在等 有没有新闻 或者任何亲友出来说几句呢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 才迟迟未上架 不过至今仍然未知情况是怎样 我们当然冲心祝福 吕琪一家 有很多影迷看着 吕琪和宝珠 跟他们一起成长 对他们的新闻 当然是格外关心 挂着吕琪的朋友 不妨向他送上祝福 我猜大家心里多少都希望 近日的传闻 是流料就好 如果你喜欢旅期的话 请你给个like 按 营光幕下的手指 点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我们的节目 按下叮当 等我们有新片上架的时候 YouTube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祝大家健康平安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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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